各位讲师好 很高兴又为大家来示范解说电脑上的一些插作技巧 下面要解说的是 为了还不会使用YouTube下载影片的讲师前选们所做的说明 如果你已经会了 就可以跳过这一段不用听 那首先 你电脑还没有安装YouTube下载的影片称制的时候 你必须再用你的电脑IE浏览器 网站浏览器 或者是Google Chrome浏览器 去点选 在这个网址列打上 这样的一个 http 写线写线 www.youtube download downloadhd.com 这样的一个网址 打上去之后呢 按Enter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载 Utube 程式的 的画面 那首先 这样的画面呢 你要以滑鼠左键点选这个地方 Utube download for Windows 就是你要用 给笔电用的微软系统 作业系统 如果是 你点选这个是给麦金塔的作业系统 Mac 那就是给一般手机 Ninus 那个迁入式的 Android 作业系统用的 的download 程式 看你是哪种系统 一般笔电的要下载是 For Windows 滑鼠左键点下去之后 它会出现这画面 然后你要按儲存 右边有个小三点点下去 你要练存新档 看你要存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存在那个 浩德电脑客的资料夹这边 按儲存 它就存在点浩德电脑客的资料夹了 就这样子 然后它会开始下载 下载完之后 它会出现下载完毕 这边出现下载完毕 就OK就可以关掉了 打叉 就这样子 那这画面也可以关闭 那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 刚刚的资料夹 浩德电脑客 这边有看到一个 YouTube download的 这个刚刚所下载的那个 这个 执行程式 以滑鼠左键点选这个画面 这个 这个程式两下 让它执行 它会问你说 你确定要执行吗 按执行 那执行之后 它又问你说 你要接受这个程式的 合约条款吗 你不接受的话 再不让你安装 所以滑鼠左键点选 I accept the agreement 我接受这个合约 这边出现 next 再按下一步 滑鼠左键点选下一步 那问你说 你要不要 在桌面上 创立一个捷径呢 你就 桌面上大部分 是要保持干净 比较好 如果你要就打勾 不要就取消打勾 再按 next 下一步 back 这回上一步 意思 那我们再下一步 next 那在 next 下一步 然后 那问你是不是安装 install 或者要回上去 或者要取消 但是要安装 办下的干嘛 安装完 他就觉得 他会跑 这个这样的一个步骤 他问你说 launch.youtube.download.hd 你现在要马上执行吗 要下水执行吗 的意思 launch叫下水执行 下水启用典礼的意思 或者说 你要拜访 visit 拜访这个 FWB的转换的 网站 你也是不要 所以这两个都不打勾 不要 按 finish 完成结束 好 那这个档案 因为他 youtube的网站 随时在更新 下载更新的 下载更新的功能 所以这个可以杀掉 不要了 因为他每次更新的 这个跟这个程式不同了 你在安装这个也没有用 就可以删除了 要再去下载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 那下载完之后呢 他会在这边有一个 呃 程式下面 这边有一个 youtube.download 这个功能出来 图示滑鼠组件 点下去 它会开始打开 可以让你下载 youtube影片的这个 操作画面 那update 如果说这个程式 已经旧了 不用了 可以直接update 就可以跳到 那个你刚刚之前 下载那个 youtube的程式的 网站上去 那这边告诉你 你等一下告诉说 no updates 不需要再更新了 你这是最新的 you are using the latest version 你已经使用最新的版本了 按close 关掉就好了 那 首先要设定的是 滑鼠组件点线这里 你不设定的话 转出来不是你要的东西 你必须滑鼠组件点线 240 这地方才能让你选 滑鼠组件在构选这里 mp4 我下载下载就是要直接可以看的影片 而不需要再用另外一套程式去转换 直接 帮你不打勾 他用FLV的格式给你 必须再去用转换FLV的程式 那很麻烦 你就转给我就好了 这意思就是说 你菜买回来就是要煮好给我吃 我干嘛要动手去洗菜啊煮菜啊 就去弄一道程序 多此一举 你就是 潜负了 就直接拿来吃的 就这样 所以你要打勾 FEI的程式呢 影片档比较大一点 如果你要打勾 AVI可以啦 可以直接播放 就是说 一般的内定 电脑的播放软体都有支援 AVI格式 但是如果说 AVI格式档案 你觉得太大的话 你要选一选MP4 画质还ok 档又小 所以选MP4 可是MP4呢 有些 断面体播放车是不支援的 你必须有那种 影片的解码格式的补充档才可以 所以我们先打勾了 不管 打勾之后呢 这边再点选360 我画质下载是要好一点的 要normal正常的 normal正常的 或是高画质的 高画质的影片档就会大 我们一般选择normal就好了 ok 那这边就隐藏不再让你勾取了 他的设定就是这样 这是这个经验子 没有什么 那这个地方videoEY的就是你的video 下载影片的网址在哪里 你要告诉他 你要去贴上 如果这边是空白的话 他允许第一次去帮你复制贴上 你只要去复制 他就帮你贴上 然后比如说我们去 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影片 或是喜欢听二胡那种幽远 那个声源的那种声音 然后比如说假如找到一个二胡的影片 这样子 像这样子 那 滑鼠左边点选这里一下 他就开始 他都自动帮你 匡选起来 然后再以滑鼠的右键 选择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回到那个 刚刚下载影片 有没有 他自动帮你贴上了 你不用去贴上 或者是你可以再多时一起 用滑鼠右键 那今天贴上也可以 反正他只要是空白 他地址免费帮你贴上 那接下来就是要 指定 电脑说你要把我下载影片放到哪里 这边有个blows浏览 滑鼠左键点下去 你要去告诉 电脑说我要放在哪里 比如说放在888或是77 好就这样子 比如说放在77里面按确定 这边就变成777 好按确定 有没有 就变成熄猫 下面777 浏览 然后 这边 就可以开始按download 开始下载滑鼠 点下去 他就马上在找 这影片的那个位置 找到之后 他就马上开始下载 他就不过是他的进度 他跑板子几板子几板子几板子二三十四十五十 就要开始跑 跑到晚 他就会出现打名 就是这样 影片的名字 完成了 download is complete 完成了 按按OK 这时候 可以把这边关掉 如果你要想去下载的话 再去就要去在网站上 再去找那个你要的youtube的 的网址 那这边就可以按 你在这边滑鼠 左边点一下 你就可以打入 用键盘打入 你想要搜寻影片的 或者是音乐的名称 然后再按这发大键 他就帮你搜寻了 或者是你电脑里面有录制一些影片 想要分享给大家 就按这里上传 按转上传去 那你要上传影片 就出现 让你上传的那个位置 你要告诉说 你上传是在电脑中的网址 你的网址 你的网址 你的资料夹在哪里 就这样子 比如说 不要再回到上一页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回到那个 刚刚的youtube的画面 那下载完 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如果说你要再下载其他的影片 就是不用关 下载完就是这样 就这样关闭 就这样子 那刚下载完 刚说是放在七七下面 这样子 那一下载完 刚刚讲说 那下载是MP4的副档名 这边一个小数点 小数点的左边是主档名 小数点的右边是副档名 那主档名可以随便你改的 比如说我们点选之后 滑手昨天点选之后 修改不要太随长的这些主档名 这垃圾不要的 随便你改 改之后 那或许会建议说 如果说你要在电脑上看的话 你必须用打安装管 把这副档名改成 滑手昨天点一下 再用键盘去把它缩小 或是用滑手右键把它剪掉 改成MPG的格式 就可以用电脑内定的那个多媒体 不忘识识来看了 一般手机的接受格式是MP4 它没办法接受MPG 但电脑 有些电脑它有安装一些特殊的功能的 那个播放软体 多媒体播放软体的话 它可以接受直接播放MP4格式的影片 但有些不行 所以你必须最好是把它改成MPG 那任何的播放软体都可以播放 好 那它滑手昨天点下去之后 它会问说 你确定要改这副档名 按是 那就变成副档名 所以这图式也改了 MP4如果说 你的影片长比如说 把MP4的话 它的图式是这种颜色的 MP4的图式是这样子 那MP4的格式是这样子 那MP4的格式是这样子 所以你只要看图式 你就知道 这是什么样格式的影片档 这样子 那 要传到手机上去呢 你的档案大小不能太大 好 那 那 影片大小必须小于25MB 如果你太大的话呢 它 没办法 详细资料 好 看 其中 那怎么没有形式 大小要打 滑手组织 大小 大小 来看 大小 诶 比如说我们刚下载的大小是5 5Mega多了 5Mega多可以上张手机 如果是你大于25Mega以上的影片的话 在手机上就没办法用LINE的播放软体直接看 它必须再用手机下载下用手机的其他的播放层次才能再打开 它没办法在LINE直接打开 必须用间接的方式 用手机的播放程式去开 而不是用LINE里面的播放程式去开 不一样 希望大家听得明白 然后 就是要注意说这个主打名跟副打名的问题 还有你的答案不要太大 才可以上传到手机 手机上不能 不是说不能上传到LINE里面 它是没办法直接播放而已 主要的注意事项就是以上所提到的 那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听得懂 谢谢